拉倒吧 你说你干啥呀 你这时候你打退堂鼓 你是怕丢人哪 我可不怕你丢人吗 咱俩去强心 你说我这形象 这气质都在这放着呢 颜值也比你高 你说万一相中我了 你得上点火 这大过年就犯不上啊 你拉倒吧 咱俩都掐一辈子了 从小到大 哪次你赢过 你小时候是挺厉害 那俩跟我掐的 我要养个猫吧 它就养个狗 我要养个驴吧 它就养个马 我行我啥也不养了 我养个猴吧 最后它出现了 也许那没有用的了 今天呢 也是对咱俩这么多年 一个总比 比完以后 咱俩以后就再不比了 必须分出个高低 走 老宗 是那个人吧 那个 你回去吧 我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 这天亮天还应该走丢了 回去吧 不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小王啊 你俩怎么才来呢 不是啊 他要回家 你让他回去吧 我导致导致 我来跟他竞争一下的 那个两位大爷 今天呢 你也看着了 赵阿姨你长得也特别漂亮 也特别优秀 你俩可把握住啊 啊 几期没牵手成功 啊 九期了 九期都没牵手成功 那他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那肯定是有问题呗 啥毛病没有 就是择偶标准呢 高 无论是文化呀 诗词歌赋啊 音乐呀 长相啊 都特别挑 那我准备的太丰富了 我这天天条件得热 没事 我都把关于西游记的所有书籍 我都收集全了 我就来防备这件事 啊 有准备就行 对 赵阿姨准备了不少问题 所以说呢 你们俩加把劲 有一个牵手成功 那就行 那错 我那给你俩试眼色 往上你看着点 好吧 进来吧 这个事我认为 灯光音响 咱们做好准备啊 咱们 你俩干啥呀 回去 来灯光音响 做好准备 咱们马上录 大爷 干啥去呀 回到位置上 你说你也不说明白 快快快 回来 回来 看图说话 那家伙子是你的 都准备好准备好没 行了哦 加油啊 既然二位已经准备就绪 那么我宣布 老年相亲节目 最美不过西安红 现在开始 好 那两位大爷 我先说一下规则 我们相亲过程当中 男嘉宾会经过自我介绍 接受问答 爱情陈述等几个环节的比拼 最后得分超过50分的 将会有机会和我们赵阿姨牵手 那么现在 为了能给女嘉宾留下更好的印象 男嘉宾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手 开始继续 那么下一环节是自我介绍 开始 我叫程大腕 今年65岁 家住三合浦春 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 自个儿一人花钱花不了 我靠我勤劳的双手 智慧的大倒 把我的女儿送进了大小 然后呢考上了博士 我是衣食无忧啊 女嘉宾 我的生活特别有情调 平时呢爱喝点果酒 我觉得喝果酒啊 你就跟我学 嘴要不喝紫了豪青呢 那根本就不上劲 睡觉前的现在还有个习惯 不喝咖啡不行 必须整两杯 要不然睡不着觉 不知道是不是毛病 那是浪的 记住那多默契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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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叫宋友才 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呀 中国制造的 采用全人工智能 经过了六十多年的不停运转了 我这个零部件啊 还算齐全 属于信得过产品 到目前保持七成心 我这产品呢 如果你不满意啊 可以包脆包换 磨砂面 黑气 不烧油 不烧气 是一天两碗大米粒 满身 好 两位大爷 你看看 介绍完了 那么女嘉宾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两位男嘉宾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赵树芬 这个今年刚退休 没啥要求 就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伴 我这人优点不多 缺点不少 饭也不会做 家务也不会弄 都老伴给灌的 哎呀 就是说白了吧 就是懒 希望男嘉宾多多包涵 我要是我的话 我特别包涵 蓝点不是病 那是富贵命 生命在于静止 我比你还蓝呢 但是咱条件好了 不用整饭 花钱下馆子呗 那个女嘉宾 你的意思就是 凡是伸手这活 你都不能干呗 那我问一下子 就假如说 一会儿咱俩牵手成功了 一会儿牵手说 那个手你能不能伸出来 如果这个手 你能伸出来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不是毛病 我这是最大的毛病 我居然刺我瘾 就别说刺我瘾 我就刺我那老母猪 我都能刺我到四百来斤 我靠 不是 你是来相亲了 还是喂猪来了你啊 你说的话 女嘉宾你能爱听吗 我就做个比喻 我才想跟你打个分手 塞叭气 女嘉宾不是那种胸怀的人 他能理解我比喻 对不 现在那个两位大爷 你俩也别吵了 咱们毕竟是相亲的 对不对 对 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嗯 知识问答 这一环节呀 知识 要提知识我告诉你 我这一罗书都拿来了 他跟我比不了 咱们提书有啥用啊 现学现卖啊 啊 我这是满腹经伦 你可拉倒吧 要不咱俩先整一下呢 等我怕 啊 先整一个 你整一个 不是知识不拿吗 对 我俩先考一下子啊 你俩就先变 你别管 这是我俩这件事 我先分个高低处来 你不得什么 老公你看啊 我给你整个幼儿园的哈 说幼儿园 买了五斤苹果 一个孩子分七个 五个 少五个 一个孩子分五个 多七个 请问 这些孩子 能打起来不 我想打是 这是啥题呀 老师在那就打不起来 你没打出来呀 我给你 我出一个 来吧 说 高速公路上有一台摩托 第一个小时呢 你每小时 一百二十麦的速度在行驶 第二个小时 你每小时二百四十麦的速度在行驶 第三个小时 你每小时三百六十麦的速度在行驶 问 这台摩托 在哪儿卖的 去的哪儿去的 两位大爷 你俩这题吧 有点韧性 那咱们淡定一点 赵阿姨也不想听到你们这些题 还是由我来考好不好赵阿姨 这样啊 答对了有十分 答错了咱们不扣分 好不好 那个宋大爷还有程大爷 听好题 出点简单的 好好 眼门前的大道眼的 加把劲 好 那么先是那个 宋大爷您来 啊 请听题 说马拉松的长度是四十二公里左右 那么请问一个选手跑完马拉松全程需要多少里 十万八千里 人家问的是马拉松 马拉松啊 我听唱了我以为说孙悟空呢 我的西游记看多了 那个 看咋了 那个我考程大爷吧还是 你哪不翻地无论呢 你 程大爷 那个你来啊 诵所周知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 对 那么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喜马拉雅山 那个我 我说峰 那峰 那我我知道 我现在答来得及不 你来得及 那你重问你重问 你知道了是吧 呃 朱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 对不对 对 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 青藏高原 啥玩儿 你听谁说的 雅拉呀 他咋说的 雅拉说 那就是青藏高原 呃 远 你得赢雅拉说完呢 雅拉现在说完呗 咱们那个 还是换下一话题吧 好不好 咱们来点来点抢答题行不行 好的 抢答题这样啊 我再换点题 赵阿姨 好 抢答题那是谁先抢到了谁回答 答对了加十分 答错了扣五分 好的 请听题 请问爱情之神是谁 谁 谢大脚 谢大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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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扣五分 是月老 答对了 家居们 谢老是谁呀 谢大脚 他老 送大爷得努力了 那么下一题 请问传说中 话蝶的一对情侣是谁 梁三伯与菊花台 梁三伯与菊花台 对了 梁三伯与菊花台 你咋不说梁三伯与菊花台 我怎么串台了 这道题呢 宋大爷得了十分 你扣了五分 请接下一话题 那么历史上 对媳妇最好的人是谁 宋大爷想到了 宋大爷回答 我好像有点梦足了 那你敲什么呀 扣五分 是西门青 潘安 答对了 下十分 主持人 主持人啊 可以 宋大爷 主持人 那个 我想提个建议啊 两位男嘉宾 可能你们俩是为了活跃气氛 刚才出的这些题呀 问答题呀 可能都这个门槛比较低 那么接下来 我看这嘉宾都带书来的 人家是准备好了呀 咱们能不能考点文学方面的常识 主持人可以吗 可以 那是什么题呀 那个主持人 第一答题还是抢答题 抢答题 抢答题吧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啊 请听题 《仪式银河落九天》的上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扣五分 扣他的 你哪像个天使的你呀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好 下一题 男嘉宾请听题 《深舞采凤双飞翼》的下一句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你咋这样呢 好得你不学 就在这一方面咱俩是心有灵犀 一点痛 对了 加十分 我问一下 谁咋的 不你说的吗 心有灵犀一点痛吗 慢呀答对了 不是 蒙的也算呐 对吧 这是把你咋的 不管蒙蒙蒙 经过这一环节比拼 宋大爷三十五比十五 那么进行下一环节 女嘉宾自由体温 两位男嘉宾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我再问的问题就跟现实有关了 对这整点现实 我是说假如 假如我跟二位其中的任何一位牵手成功的话 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能给你特别幸福的生活 现在咱生活好了 咱俩能牵手的话 一天都不在家呆的 知道这啥吗 车钥匙 而且是防车钥匙 我带你全国留的 全世界留的 不是说歌唱的好吗 我要带你去那浪漫的土耳其 顶天是从黄谷到铁西 你别听他呼哟 就你那破车还有粗果呀 早上从家把我拉到这 连个检针都没有 都把我点灯了 我早上吃点海参 鲍鱼龙虾都吐出来了 那鲍鱼突然活着 他身手抓你 最听的发现啊 我这满手金银子都回不过来玩 我能装大玩吗 我能装大玩吗 鲍啥呀 鲍鲍这些东西多庸俗 女嘉宾是这种人吗 多恶心 我有这么多银行卡 我跟谁说了 女嘉宾 我也就是让你看看 我显得了吗 比掉点 好不好 都是戏语卡吧 人处戏卡 好了好了好了 来位男嘉宾啊 也许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也许是你们误会了 其实呢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 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 实话是说 我这个人啊 是比较喜欢朗诵诗歌呀 听听音乐呀 那咱俩太合拍了 我跟音乐这块啊 一点说都没有 吹大弹朗 啥都会 我告诉你啊 在朗诵诗歌上 我获得过我们县里第二名 这样 我当场就给你来一个 我也给你展示一下 哎呀你上一笔 而且早晚都得走这一步 你看看 这样啊 我就在你面前 生情并茂地 给你朗诵一首 我给你朗诵一首 你就看着就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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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唱将东四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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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 常败 转头痛 七三一九败 一度西洋鹏 你疯了你啊 哎呀哎呀疯了你啊 干啥呀老哥俩干嘛呀 你看我身后打红了 我给你套个蹄 好了好了 西洋鹏 好了好了 你喇叭声太大了 要不我重来一遍 不用了 好了 你俩干啥 咱是乡亲来了 不是打架来了 主持人啊 那个我的话问完了 再问都有生命危险了 那么 既然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 那么进行下一环节 请赵阿姨和亲友团们打分 首先呢 给程大爷打分 二十分 来给宋大爷打分 好 每个人各得了二十分 但是 前面宋大爷得了三十五分 加在一起是五十五分 那么大家恭喜宋大爷和赵阿姨 有了牵手的机会 恭喜你们 不好意思啊 你还牵手了 你还要你丢人了不好意思 来 男女嘉宾各上前一步 请大家静候赵阿姨的答复 停 男嘉宾哪 我可以问你一个题外的话吗 行 你咋长这么黑呢 因为我不想白白的活一辈子 另外一点 我还想暗中保护你 男嘉宾很幽默 也很优秀 其实我很欣赏你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乐观向上 很积极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你特别优秀 你能找到一个比我还好的人 哎呀不找了 这一年找的给我累完了 就行了 到你这我就停了 再也不找了 不是 男嘉宾我是说你太优秀了 我配不上你 哎呀你配我八个来回 再拐三个玩的 我是说呀 我们俩不合适 是 妈呀 那我明白 那我明白了 分得够了 没看上人 是用那句话了 我本将心姓明月 怎奈明月造勾曲 勾曲 你来吧 还有意外的惊喜 没想到半岛撒死一匹黑马 谢谢 女嘉宾我这条件你也看着了 不是不是 这一块啥没毛病 我知道 那个你有啥要求你就说 我尽量满足你 没有没有没有男嘉宾你可能误会了 你们条件太优秀了 我配不上你 不是你有啥条件你提没事 我尽量满足你 我真的是不行 你看我这个人吧无儿无女的 我 那你就先找个儿女双拳的呗 但是我有姑娘没儿子 你看这差点 我给你当儿子 只要我们老哥俩 你看不管谁 你能相忠一个 我这人吧 其实没有那么小心眼 你只要相忠他了 我都祝福你们 你就相忠一个吧 要不你也孤苦恋恋 一个人不也不好处理那事吗 不是 我们家我啥事都做不了主 我那没事啊 让未来的岳父岳母做主也可以 我们家的我老伴说了算 那听他的也行 把他教了一样 就这样 让你老伴来 毕竟老伴是人组辛苦 你老伴你啥 谁 哎 离婚没离透啊 没离 没离 你上这扯啥蛋了 你把城里人真敢玩 真大事是你耍猴呢 你跟我完美解释 要不然我就说 今儿任何一会儿 今儿你谁也过不去我告诉你 行了 你也把话说完 还是我替他说吧 还是我替他说吧 我是他老伴 前一段时间 查出点病 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倒是不怕死 我就怕我走以后啊 没人照顾他 年轻时候 怕伤了他的手 不让他做饭 不让他洗衣服 家务活我全包了 我要用我的爱 照顾他一生 没想到 我可能要走到他头前了 老赵这个人呢 非常善良 也非常贤惠 我得病以后啊 没少为我的病操劳 包括这次来相亲 死活不来 是我不吃药 停止治疗逼他来的 两位老客 我看着你们呢 我放心了 都是好人 非常踏实 老伴啊 人都不错 选一个吧 就别选了 这是干啥呢 那些啥呢 咱俩图不又来给他发发呢 那境界跟人比不了啊 啥事啊 大哥我 哎呀你这小水你说 我要有你的境界我早就搞到对象了 行了 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参与这么虐气的事了 我也想好了 我也想好了 实在不行啊 那咱四个一起过吧 三 不是啊 咱四个一起过年 这马上来到年根了 那两口来都来了 我们这儿啊 有一样一体化的敬老院 不光我们丽丽两个老头 还有一堆老头老太子呢 每天都欢欢乐乐的 大哥呀 你说那是不是抱头儿养老 对 那一天可好了 我告诉你大哥 就你这体格啊 你都用这巴辣先靠没了 大哥呀 我觉得遇见啥事啊 就敢于面对 积极向上 无所谓的 真是太好了 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了 怪不得前九期赵阿姨都没牵手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看我说有啥毛病吧 赵阿姨虽然说没跟两位大爷牵手成功 但是他跟他老伴跟咱们三河普村牵手成功了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是最完美最成功的 你们说对不对 这样咱们每人一句话作为总结 赵阿姨您先来 感谢两位男嘉宾 感谢三河普村的父老乡亲们 能让我们有机会 集体养老 新的一年马上就到了 老伴啊 我就祝福你 咱俩呢齐心协力 共抗病魔 集体养老 庆祝快乐 好 我也说两句呗 我觉得啊一个人好不算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新年了呢就祝大家早财进跑 好 再祝我个人吧 再新的一年啥事都比老树好 哎 你比我好不好这事我管不了 今天没找着来年我还得接的少 趁现在正说这么好 来年我抓紧要个二胎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自己投胎都没投明白就变成二胎了 你能想下一代 我就说这玩的 嘿也不早了上我们家吃饺子去呗 啊行啊你会剁限子不 我会 干凭你 我也会 还会 你不念呗 快 停 走way 快快